Hey, it's Mark Mark 那今天又是一期品牌测评 来跟大家深度的测评一下 Joe Loves 祖师之爱这个品牌 这个品牌对于我或者大家来说 真的是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的是一提及创始人周梅露女士 想必大家都知道 其实周梅露女士已经非常早的 就离开了她自己的同名品牌 那在离开自己的同名品牌之后 因为经验协议 她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办法进行香水创作 那比较陌生的就是 她创立的这第二个香水品牌 Joe Loves 祖师之爱 在我看来 这品牌其实也有她的好处 在没有大品牌的束缚之下 她可以更好的去发挥 她的长处以及优点 所以你看非常擅长柑橘 以及果香气的周梅露女士 就创作出两款非常好闻的 太芒以及Joe Loves 小红瓶 那今天我也给大家来做 一期五款香气的测评 时间表也放在这里 第一瓶就是 祖马露女士十分喜欢的一个味道 大红色的瓶身 以及与品牌同名 足以展现她的地位 她的名字就叫做 Joe Loves 小红瓶 之前在小众柑橘视频当中 讲过这瓶味道 非常清新的气味 是我对这一瓶 Joe by Joe Loves 的理解 还原度非常之高的 葡萄柚就作为香水的开篇 清甜且多汁的柑橘气味 就配合着清爽的薄荷 气味逐渐油酸变甜 葡萄柚多汁的特性 在香水当中 有一个非常好的体现 中调开始 胡椒和辛辣配合 这轻柔的花香 作为果肚气 之后逐变就转变成为 具有香根草 以及雪松的木质气息 整个气息呢 也多了一份冬日的氛围感 三菱的花香呢 在香水当中 十分的明显 气味中性 又好穿 流香呢 也是我们考虑 这个品牌重要的 一个元素之一 你们懂了 那这一瓶小红瓶流香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可以放心 下一瓶呢 它的名字叫做 又香雪板 它呢 是一瓶还原度 非常之高的柚子 加上香根草 以及广阔的气味 对于柑橘的还原度 你永远可以相信 周曼璐女士 这瓶的柚子 还原度 也是非常之高的 在坚决的果香气的同时呢 气味上 也是非常的 淘喜加石川 刚上皮植出呢 柚子就下发出来 酸色的柑橘果香气 最近呢 也是闻了 以及满了非常多 柚子品类的香水 这瓶香水里的柚子呢 饱满且多汁 酸色感 以及气泡感十足 犹如夏日里的 一杯柚子气泡水一般 而后呢 这种气泡果汁般的清爽 慢慢退去 香根草的木质感呢 就逐渐代替了 前调的果酸气 微微清朴的烟熏气味 又加上了 前面柑橘的味道 仿佛就在 淋磨出来柚子皮的 那种清苦感 广后香的加入了 增添了些许的药感 以及那种 微微的苦味在里面 整个的气味 在兼具了 果酸气的清爽同时呢 又更兼具了 稳重与成熟 又像雪柏这瓶香水的风格 依然是走的 祖马鲁女士 非常擅长的 清新路线 但是我觉得呢 这种风格 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最为实穿的 气味上呢 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划分 男生女生都可以用 下一瓶太盲青宁呢 也是我这个夏天的至爱 本人呢 除了作为一个五花果精之外呢 也是一个脱脱的芒果精 太盲青宁的气味呢 其实非常好 还原了一个 青皮芒果的味道 上皮之时呢 就可以闻到一丝 青宁的酸爽气 并没有过分的酸爽 只是想表达出 那种青宁 所带来的清爽感 芒果皮 那种瑟瑟的 微苦的气味 在前调当中 有一个非常好的还原和体现 热带气息呢 在这片香水之中 有了一个完美的体现 就像在泰国街边的小滩上 滩主会把各种各样的 热带水果 摆在你的面前 满眼都是热带的果香气 青宁与芒果皮的酸色感 随着时间慢慢消失 取而代之的呢 就是芒果果肉的甜香气 百里香和薄荷的芳香草药气味呢 在一定时间 就中和掉这种甜味 让这种果香气呢 不会甜的发腻 奶香气呢 伴随着香皂的洁净感 会慢慢的突出 香水的气味呢 就如同加了叶姜的芒果 糯米饭一样软糯 随时随地散发着美食的香味 总的来说呢 泰芒这瓶前调的高环渊度 着实惊艳到我 如果芒果是你的 至爱水果的话 你一定要试一试 这瓶泰芒青宁 即使是在冬天使用呢 也会给你带来那种 温暖的热带的气息 下一瓶要说的味道呢 就是香味如其名的 42号花店 它呢就是淡淡甜美的花香气 配合着枝繁叶茂的绿色植被 就如同清晨 伴随着日出开业的花室 以及花店一般 是一瓶属于 晨光之下的小美好 42号花店这瓶香水呢 是清淡的花香气 配合着植物的清绿感 香水之中呢 没有选用那些娇艳 绽放之后 伴随着植粉气的大花 而是选用了 散发着清香的牡丹 配合着一种小白花的组合 这瓶香水气味之中呢 牡丹的气息十分强烈 而且从头到尾都是牡丹味 绿叶植被的那种清绿气息 在前调肆无忌惮地扩散着 是那种接近大自然的绿感 但又没有过分的尖锐 闻过之后 整个人都感觉神清气爽 被那份绿纸为所欣移 牡丹清甜的花香气呢 突出但又不会过分的夺目 茉莉灵兰的花香气 则是作为辅助出现在搭配之中 给你呈现的那种画面呢 就是一家主打白色系的花店 在早晨刚刚开始营业 精心挑选了十分清新的白花 以及十分淡雅的粉色滑稀 结白的氛围感之下 又散发着淡淡的花香 以及绿叶的气味 整个的气味呢 十分淘气清新又不媚俗 如果要是喜欢淡雅花香的小伙伴呢 也可以试一试这瓶42号花店 最后一瓶要说的气味呢 它的名字叫做粉红香根草 虽然呢它叫做粉红香根草 但是它整体的气味呢 依旧是走了一个比较中性的路线 粉红在我这儿的理解呢 更像是粉红胡椒的味道 整个的香水风格呢 是那种酷酷的偏冷掉的 辛香料的气味呢 作为开篇 粉红胡椒小豆蔻的组合呢 辛辣感十足 杜松子呢 在发着酒香气的同时呢 又带来了一丝凉感 虽然是冬天的天气 但是有些人就是比较喜欢 具有凉意的味道 渐渐的干燥的香根草 配合着柑橘的气味出现 微苦的广获香呢 又给这瓶的香水 带来了一丝药感 辛香料加上香根草的组合呢 用完全没有问题 好吧 以上呢 就是对周乐这五款香水的测评了 总的来说呢 周曼露女士依旧保持着 她的清新的调香风格 但是我觉得相较之前呢 她变得更加的大胆与创新 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出 她在调香上是做了一番功夫的 那如果你对这种风格感兴趣的话呢 一定要尝试一下周乐这个品牌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特别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是Mark 咱们下期再见吧 Bye